从老挝首都万象 向南驾驶大约半日的车程 就到达位于中井高原的南屯二号水电站大坝 这是老挝历来最大的基建项目 因这项工程 超过六千人被迁移到人工湖的周边居住 而这项工程最明显的好处 就是可以向泰国出售九成的电力 南屯二号水坝 把邦飞河分流 它今年开始运作后 将会影响十万居民的生活 南屯二号水电站工程 由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支持 作为一项扶贫计划 负责工程的南屯水电公司 要对湿地农民做出赔偿 我认为现在的主意是 任何影响的社区 必须至少有更好 在这项工程中 以后 最主要是 他们都应该改变 这项工程 应该不是只能够赴负责 但应该是应该改变 不过并非每一个设置组 接触过的居民 都对未来的新生活感到有信心 国际河流组织去年底 发表的一份报告 内容指出 有关鱼齿消失 稻米失收等问题 随着南屯二号水电站 落成启用后 对下游所造成的影响 就会逐渐浮现 它是非常刺激的影响 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游所造成的影响 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游所造成的影响 在于它是一项探究性的政策 试图把老窝境内的湄公河段及其支流转化成东南亚的水力电池 老挝政府计划在湄公河主流上 兴建9到10个水坝 另外在其他支流上 就计划兴建超过50个水坝 但工程是否能够 如支持者所言的 成为东南亚的水力电池 目前仍是颜值上涨 如果我们有一个好例子 每一天都在地上 因为我们的水坝 当地有水坝 武林队 上海里边 最后的水坝 那是水坝 东南亚的水坝 是水坝 在水坝 就是水坝 就在水坝 所以 看到水坝 油坝 就在水坝 水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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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坝